咱们在这插入一行 在这做一个注释 咱们现在使用SAPI当中 SCIPY使用SAPI当中的快速复理 快速复理页转换 我们进行变换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已经导入FFT了 我们就调用FFT 它里边有方法叫做FFT 大家看它里边有方法叫FFT 那这个时候这个FFT呢 我们发现有FFT2 对不对 我们发现有FFT2 那FFT和FFT2的区别呢 就是 一个是一维的 一个是多维的 FFT2呢 它可以处理多维的数据 FFT呢 是处理一维的数据 大家回想 大家回想咱们之前 使用Numpy的时候 我们Numpy处理的这个数据 是一维的 对不对 是一维的 咱们将这张图片 使用image读取出来之后 我们进行了一个 进行了一个变换 叫通过Bytes 把它转换成字节数组 然后呢 把这个字节数组呢 给它转成一个数字 我们来一个Int8 来了一个Int类型的8 Int类型的8 它是从负128到128 那个数组 大家如果要忘记了 是吧 你可以回去看 它是一维的 而我们现在这个数据 是不是二维的呀 所以说我们处理的时候 得使用FFT2 咱们使用FFT2 使用它进行处理 好 咱们将数据呢 MovinData放进去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叫做MovinData 下滑线FFT的处理结果了 好 我们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只要进行了复利液变换 它就会产生 实数和虚数 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结果 执行一下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被 进行了一个转换 对不对 这个结果 大家能够看到 是不是就进行了一个转换呀 转换完之后 我们能够发现 是不是有正数有负数呀 对不对 转换完之后 这个里边有正数有负数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Max啊 MAX 看它最大的这个值是多少 最大的这个值是 126598 是这么一个数 对吧 是这么一个数 加上灵级 看它的这个命啊 最小的这个数 实行 大家看它最小的数是 9000多 是不是 最小的这个数是9000多 好 那咱们现在呢 对于我们这个数据呢 进行一个变换啊 那么我们就要滤波了 是不是 我们需要将 我们要根据条件 进行滤波 根据 根据条件进行滤波 将高频的波 给它滤除掉 大家看我们 显示的这张图片啊 我们显示的这张图片 比如这里边有个小圆 小圆圈 是不是 我们能明显的看到这个小圆圈 那这个小圆圈和外界 大家想这个小圆圈和外界 它其实是比较突兀 对不对 你看 每一个小圆圈和每一个小圆圈 你看这个小圆圈 假如和外 这个小圆圈 它其实自成一体 它和外边 变化的就是非常的突兀了 它变化的就非常突兀 所以说咱们 除了这个小圆圈 它肯定是高频的区域 小圆圈这个外部是高频的区域 所以咱们想办法 把一个小圆圈给它去掉 那这个时候 咱们调用一下方法 那就是 np.where where np.where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找见我们的数据 那就是m on m on data fft 咱们得需要对它 执行一个这个绝对值操作 因为有正值有负值 咱们现在呢 np.abs 小括号找见它 小括号找见它 如果这个数 大家看 如果这个数大于一个数 比如说咱们大于 大于 这个 5的 e的三次方 咱们让它大于这个 这个数呢 咱们是随机给的 那如果再让大于它 咱们让它等于零 对谁进行操作呢 咱们就对这个 moon data fft 当然这个到底大于多少 是吧 咱们现在呢 还没有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值呢 是随意给的 这个值是随意给的 咱们就让它大于 e的 这个 5的1的三次方 就让它大于这个数 然后呢 如果要大于的话 咱们把它变成 零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数据 好 这样的话 有一些数据呢 就被替换掉了 等会儿我看看 对 ABS 如果要大于 你看1的 1的三次方 是5000 是不是 就这个数 这个数 咱们现在还不确定 它是多少呢 咱们将这个结果弄出来之后 咱们再看这个结果 好 我们看看 这个时候 这个 它是不是变了 就是说原来这个数据 没变 是不是 原来这个数据 没变 那咱们现在 是不是得接收一下 接收一下 就是说 这个 还有返回值 看到了吧 还有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就是它新创建的一个 新创建的一个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接收一下 叫做 Moon Data FFT 这个呢 叫做 叫做2吧 2 就等于它 我们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插入一行 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咱们将这个数据当中 这个 10 这个须部 给它去掉 那么 就是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呢 大家看我们 这一行呢 是进行了一个 这个 这个快速复利液 是不是 我们还得需要把它转换回来 实行了复利液之后呢 我们得需要一个 这个 这个 叫做 这个呢 叫做 反序列化 叫它 来一个 逆变化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依然调用方法 叫 FFT 它里边有个方法 叫 FFT呢 就是 就是复利液 那 IFT呢 我们是 将这个波 或者是将这个频率 再给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调用 IFF IFF2 将我们 处理好的数据 叫做 Murln Data FF2 转换一下啊 好 转换完之后呢 我们执行这个 好 大家 大家能够发现 现在 转换出的结果 我们接受一下啊 叫 Murln Murln Data 下滑线 IFFT 等于它 有了这个数据 之后 我们将这个数据呢 咱们将这个数据 取出 就是说 去除它的虚部 那就是 NP.real 调用这个方法 咱们将这个 Murln Data IFFT 放进去 好 我们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 这个时候咱们发现 这个虚部是不是就 被去除了 对不对 虚部呢 就被去除了 虚部被去除之后 我看现在怎么 这么多复述呢 好 虚部去除之后呢 咱们接受一下啊 叫 Murln Murln 下滑线 Data 下滑线 Result RESULT 执行一下 有了这个Result之后呢 咱们使用 PLT来显示 这个数据啊 PLT.im 放进去 放进去 Murln Data Result 将这个图片呢 同样呢 给它放大一下啊 PLT.feature 小括号 咱们给它来一个Fig Size 让它等于129 我们执行一下啊 依然得需要一个Gray 是不是 这样 依然需要一个CMAP Gray 好 大家看 现在这个变化 现在这个变化 跟之前相比 是不是 那个圆圈 就不那么明显了 对不对 大家看 这个 是不是跟刚才相比 就稍微清晰 那么一点点了 咱们啊 没有吗 你看刚才这张图片啊 看刚才这张图片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咱们处理完之后 大家看这张图片 是变成这样的了 那咱们现在呢 继续 继续将这个条件 给它加强一些啊 你看刚才我们给的 这个条件是 大家看 是不是五 一的 五一的这个三次方 是吧 咱们来一个一的四次方 执行一下 逆 这个逆变换 然后呢 再返回来 执行一下 更严重了 更严重了 是吧 我看看 那说明它没有大于这个 说明它没有 就是说 说明咱们这个数据的 没有大于 一的五次方的 对吧 那咱们就是说 这个写错了啊 咱们刚才是三 应该把它变成二 如果变成二的话 大家想 是不是这个条件更加苛刻呀 条件更加苛刻 它这个绿除的这个数据呢 会更多啊 所以大家看 我一旦把它变成四 比如说把它变成一百 变成一百 是不是这个数非常大呀 你那个波是不是就 就很难大于它呀 哎 是吧 咱把它变成二啊 变成二啊 执行一下 运行 变成二的话 你看你可以就是说 调整这个数据啊 好 现在的话 哎 大家看啊 现在看 如果要变成二的话 大家看 那个小点点数就变没了 对吧 小点点变没了 但是我们这个 就是说这个图形 其实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是吧 那就 就看这个参数的这个选取了啊 咱们现在呢 把它变成八 把它变成八 哎 一的这个二次方 或者说把它变成多少呢 二 这个一的三次方 刚才呢 我们是五亿的三次方 现在呢 把它变成二亿的三次方 看一下它 数据处理之后 是什么样的 实行 运行一下 好 通过这个处理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大家看啊 是吧 你因为你这图片本来就有噪声 图片本来就有噪声 你不可能就是说 把它处理的就是 就是拍一张这个高清的这个图形 是吧 嗯 好 那这个呢 是咱们 撒片当中的这个复利液变化啊 你看和上面这张图相比 它是有改进的啊 它是有改进的 比如说特别假如说要是 我们拍摄了一张人脸 这个人脸呢 就比较模糊 或者说有其他的东西挡着 或者有其他的东西这个 复盖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3P呢 稍微给它还原一下 但是它毕竟是挡着呢 挡着这部分 你怎么处理它都回不来 知道吧 挡着那部分怎么处理 都是无法回来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哎 基本上就是说 通过这个数据呢 推测一下 它那块大概应该长什么样 好 这是 这是我们这个 这是我们的那个 快速复利液变换啊 它处理数据 简单吧 就是很简单啊 哎 非常简单啊 先调用了这个FFT 我们对多维的数据呢 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呢 根据这个条件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波的这个滤除 滤完之后呢 哎 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逆操作 还得需要将这个频率 给它转回成实域 就是真实的这个数据 好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咱们讲一讲这个数 数值的这个积分 讲完这个数值的积分呢 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也就到这了 那积分呢 在数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不是 基本是谁发明的呀 牛顿是不是 牛顿 牛顿发明的 除了牛顿呢 还有一个人 他俩呢 在争这个发明权 那咱们要 对对都死了 但那时候也在争呀 你看这个积分啊 大家看啊 这是积分的一个公式啊 叫A到B是吧 它会有一个范围 Fx呢 是一个函数 这个Dx呢 是它那个一小段 它通过积分的方式呢 可以求一个不规则 图形的这个面积 大家看啊 这个是积分的这个 假如说这个N如果要到无穷 N如果要到无穷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得不规则图形的面积 比如正方形 我们知道它的面积 是不是 假如说它是一个这样的图形 大家看 这个Y等于Fx 它是一个这样的图形 那我们在求它面积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公式在 就没有一个公式去求解它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不规则的 如果它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我们长成宽就可以了 三角形的话 底乘以高 除以二也可以求解 但如果它是一种波段形的 你看你没法求 所以说这个牛顿呢 就发明了这个积分 积分的这个思想呢 大家看 我家那个 比如说我想要求A和B 这个区间的这个面积 那它将那个分成很小的段 一段一段来求 你知道假如我分成十段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求一个近似呀 我分成一百段的话 是不是越来越近似 我分成无穷的话 是不是就接近了 对不对 我分成无穷份的话 其实就接近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这样的思想 以值代取无限逼近 你看这是当时咱们 讲就是学积分的时候 这个呢就是积分 最根本的这个思想 分成一小块 把它都当成正 把它都当成这个长方形 当成矩形 矩形的面积 我们可以求解 无限逼近 我们就可以求的 这个矩线的这个面积了 这个是积分 好 那积分分为定积分和这个 分这个定积分和不定积分 定积分的话 就是有具体的范围 比如说从负一到一 咱们可以求解它 好 那对于积分的话 大家看 比如说这个函数 一减去X的方 0.5 大家知道这个函数是圆的积分 是半圆的积分 回到咱们电码当中 回到咱们电码当中 比如咱们线面呢 要求解圆周率 我们知道在中国 主充之 它求解的圆周率 是3.1415 到这个3.1415 3.14157 他说在这个范围之间 是不是 那咱们现在呢 通过这个更精确的方式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积分的方式 来求解这个圆周率 那咱们知道 圆是这样写的 对吧 大家看 圆是不是 就是X的平方 X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然后等于1 大家看 X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等于1 这是不是半径 为1的一个圆呀 对不对 半径为1的一个圆 那我们现在 其实已经知道了 这个圆的面积 是不是等于配二二方呀 对不对 圆的面积等于配二二方 我们现在要求解派 大家看 咱们给它转换一下 这呢 就相当于是咱们的注释了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圆 圆心是不是在圆底呀 对不对 X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等于 这是圆心在 圆心在 圆底的一个圆 好 那咱们知道了它之后 咱们知道这个圆的面积呢 等于 等于 P 乘以 P乘以R的平方 P乘以R的这个平方 就等于面积 P乘以R R的平方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面积 好 大家看啊 这个面积 咱们刚才说这个面积 是不是可以通过 积分的方式求出来呀 对不对 你看 咱们刚才在讲解的时候 这个积分 大家看这张图 你看 就是说 你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 如果我们要能够求出来的面积的话 那就好了 那同理 咱们看啊 假如它是一个圆 大家看啊 假设说它是一个圆 这个你看起来可能不像圆 是因为我图形的原因啊 宽和高 是不是 宽和高不匹配是吧 其实它是一个圆啊 它是一个圆 那假如说我要能够求出来 曲线 这条曲线 和我底边 所围成的这个面积 我是不是就可以求得 圆的这个半 圆的这个圆周率了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有了面积 假如咱们这个R等于1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这样啊 假如我这个R等于1啊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 R等于1就不用成了 等于多少呢 等于那个面积 是不是 等于我们的面积 但是咱们现在呢 咱们要求一个谁呢 咱们要求一个半圆 咱们要求一个半圆 所以说我们求得了面积之后 咱们求得了面积之后 求得了这个图形的面积之后 咱们让它乘以2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让它乘以2 等一下想这个P 是不是就求解出来了 它是这样一个原理